文猶龍老師 像我們在大一大二的時候 我們著重在這個技術的培養 那到大三和大四 才會走這三個領域 那我們領域也沒有所謂 你一定非選不可 如果你對於這三個領域 你都想要設略 那你也可以同時先選擇這三個領域 那我們學程是 最後會給予你這個證明說 你已經修完這個學程了 表示你在這一方面的人才的培育是夠的 那如果你同時間可以跨修 像我們很多學生同時可以跨修其他的輔系 或雙組修 那我們同學很多都在法律的 那他們想要把我們的數據分析 在像現在的這些判決書上面 到底能夠裡面找出來說 為什麼都是這樣的判決 到底主因是什麼 他們就去修法律系的雙組修 然後用我們這邊的一大一大二所學到技術 到大三大四的時候可以去修法律系的這一些課程 然後下來實際的應用